字幕志明 李宗盛 所以是很奇怪 例如過去在內地有5,000的農村單位 其實真的閉上眼 但只是送電腦投影機 你說5,000多套 還未計成千個助學金 一直發展 到今年年初 很奇妙 神感動我 也在香港 既然幫了這麼多國內的孩子 也看到香港都有這樣的需要 我們開展了一些校園的工作 做一些生命教育 很多人 很多專家 也有很多義工加入 都開始在校園做義工 做生命輔導 其實好像香港校園 我們的制度很好 老師不夠 只是應付讀書考試測驗 他已經伸得根皮力盡 他關顧不了孩子心靈有些需要 香港節奏又快 父母也未必有這麼多時間聽他的申訴 我很希望發動一些 我們叫做Baby Boomers 即是五十多歲 又生活比較 可以上一個層次 他很想服侍 我們就是發動這一班 叫做金靈人士 或者剛剛退休的人士 去將我們的下一代帶出來 其實很神奇的 我們在過去這半年 以百計的義工出來 很多教會也願意參與 邀請我們進去幫手 校園的服侍有幾十間 沒試過 原來香港也沒試過 但我覺得很神奇 只要你願意 神奇就開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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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大件事 而很多都是我們的青少年 中學生 他們內心有很多的憤怒恐懼 我覺得也是神的時間 原來我們這一代的人 要趕緊起來 我們可以為他怎樣呢 舒緩他的情緒 讓他看到他的未來 他的盼望是什麼 原來我們真的是忽略了 他們心靈心處所需要的東西 所以今天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沒有得怨什麼 我覺得我首先就是 問自己 我們這一代 是不是做少了些事情呢 也不要集備政府 政府是一個大的 一套system 每個家長 你只是自己家裡的兒子 你都搞不定 我覺得我們全部都要好好學習 但是 那個方向怎樣叫對呢 你有你的方法 我有那個方法 他有他的方法 各個方法都不同 我感恩 最好就是跟神的方法 絕對正確的方法 沒錯 蔣小姐 我聽說 因為你的原因 都有很多 你身邊的朋友 一些名人 或者明星 都信了主 不是因為我的原因 神的時間到 真是現在在香港 台灣都是 很多基督徒藝人 信了耶穌 以前他們很怕 告訴別人 他是信耶穌的 他覺得他 說了些人 覺得他是alien 外星人 但現在 各個都 覺得是很光榮 很多年輕的artist 有哪一位是特別一點的 不用說了 你看一下鄭秀文 我們都是一個查經班 他信得很好 其實最近 我想 我們發生的安心事件 我想 關注娛樂圈都知道 但是 我很感動 我看到秀文 在他的IG寫了一段文章 我簡直覺得他寫每句詞 不是他自己可以寫到的 是神在他裏面 引導他寫的 他裏面說什麼呢 他是原諒了他丈夫 還有他是很記得 我們每一個人 在社會的世民 無論你在貧窮 在富貴 即是一生一世 彼此扶持 好了 今天 你的配偶 真是 真是犯了錯 或者 真是軟弱了 哦 你就說 生氣他不要他 他是不是這樣呢 他好你就要 不好就不要 其實那個盟勢 是無論是有好和壞 你都要幫他包容 一切走過這個路 所以 他把這件事 其實他把一個婚姻官 是帶出來 是給了很多我們現世代的人 可以負責 現在50%的人的離婚率 是否我們要檢視一下 我們對自己的婚姻 其實是一個什麼 expectation 好你要不要不要 不是嘛 你真正好像聖經講 他做阿當的時候 阿當一個人獨居不好 我要做一個配偶 去幫助他 原來呢 夫婦的關係 神為什麼是一男一女呢 他為什麼要做女人配偶呢 原來是幫助我們的丈夫 不是去逼迫他 去抽情他 是幫他 幫大家這樣的關係不一樣 整個家庭不一樣 還有我看到呢 如果夫婦和諧 那種愛情的婚姻生活呢 是對孩子一個很大的祝福 是給孩子最大的禮物 因為當孩子看到父母恩愛呢 他的內心很平安 他覺得自己很幸福 但如果父母很離意 吵架 他恐懼的 他怕了婚姻 所以 在那個過程 我在聖經的學習 也都拯救了我的婚姻 因為很多時候 那時候這麼多 四個小朋友 很容易吵架的嘛 但當我看到 哦 原來神做女人 很重要 其中呢 就是要幫我們的配偶成功 幫助她 就是 度過很多的難關 跨越很多的挑戰 明白了呢 你就可以 原諒她了 包容她了 不明白呢 嘩 我們怎麼肯這麼容易放過 我們身邊的男人 是不是 所以這個教導是很重要的 不是迷信來的 是真是從天而來的 話語 我覺得她祝福了我 和我的一家 今天我的孩子 四個孩子 以年輕人 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是很敬虔的 敬為神的 我這樣看 就是在你過去幾十年 你在娛樂圈 是一個大明星 不是小明星 是一個萬人景仰的一個名人 你也得到了你在生活環境裡面 所得到的物質上面的享受 但是後面的你的後半生 你就選擇了 你是得到你心靈上面的一種享受 是啊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也很滿足 也是我們一個很能夠學習的借鏡